大家下午好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配合我们的防疫措施 由于大家的合作,目前的整体情况有所改善 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分两个阶段 放光防疫措施 第一阶段从6月14日起 聚会人数将从目前的两人提高到5人 每户家庭每天能接待的房客 也从两人提高到5人 参加宗教活动等大型活动的人数限制也将提高 而且必须进行活动前检测 此外风险比较低的美容、护理等服务也可以恢复 但是大家应该继续尽量在家办公 第二阶段从6月21日起 我们将开放更多风险比较高的活动 包括脱下口罩才能进行的活动 这包括全面恢复堂食 每组最多5人 每组之间也要保持安全距离 健身房也可以恢复室内的活动 而婚宴也可以恢复顶限为100人 而且必须进行活动前的检测 我之前宣布我们推出总值8亿元的配套 来帮助这段期间受影响的参加和群体 由于一些参加在第一阶段还是无法全面营业 我们将在这段期间继续为他们提供更高的雇佣补贴 总的来说 我们将分两个阶段解封 而在对抗冠病的路上 有两个重点是不变的 第一 请大家继续遵守安全管理措施 第二 政府将继续加强检测 追踪施打疫苗的工作 我希望大家继续和政府合作 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能一起克服冠病疫情 谢谢 我们期待50%的人们在 Singapore 要完全全面免疫情 在 August 在某个月 我们将到某年的时间 为了在某个人 的75% 或希望更多 所以我们将运动 通过这些阶段 我们将将安全管理措施 和转发生成熟患 在190年之后 在我们的 borders Then we will move to Phase Three and even beyond Phase Three, To a new normal phase of living with endemic Covid. Meanwhile, let's continue to stay focused, united and work together so that we can reopen safely.